哈嘍大家好 那個各位喬手的織女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這個 這隻傻笑鱷魚 作者 楊勝志 大家都叫Winner 這次很榮幸可以邀請到 逸廷老師 來設計這個這隻鱷魚的 織品 娃娃 然後 我們這些 在遇到大家之前啊我們都是透過 很多的 這個周邊 文具把一些創 正向能量創意的東西 然後透過我擅長的子品啊 做成不一樣的 形態的 文具周邊 還有明信片 然後 然後 這一次是第一次做毛線 編織娃娃 這是第一次做 然後在這之前都只有 眼睛被蓋住 在這之前都只有透過那個龍馬娃娃工廠 做這種 量產型的 很感謝那個易婷老師的 費心 雖然我們一直都還沒見過面 然後我有看到那個卡羅老師 他有傳來你的 巧手 做的樣品 跟其他 那個 老師 那個姿女 小姐們是不是 巧手的 對 完成了一些那個樣品 然後 期間聽說還有被那個 勾針啊 刺傷手啊 做了一款不滿意還改版 然後呢 這種手作的東西跟我這種 只是水筆畫一畫 然後透過印刷製作出來的那個 工法 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然後很麻煩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不懂的東西 那 這次可以透過大家的 參與 然後讓小鱷魚 我們家的這隻 沒有尾巴的小鱷魚 沒有尾巴小鱷魚 然後 可以透過不同的型 跟不同的創作 織品 然後被更多的人認識 是我很大的榮幸 所以那個 一定要 拍一下 這個影片跟 在座的各位 還有那個 感謝一下 逸婷老師 然後祝大家 勾 編織 的過程 可以愉快 然後讓 鱷魚的 天生我才必有用撒人必有撒福的正能量 可以感染到 你們周遭的每一個 好朋友 那以上 再次感謝 大家 謝謝你們 幫忙 希望很快我們有機會可以碰面 謝謝 鱷魚說謝謝